来关注疫情 昨天辽宁省新增29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葫芦岛市报告28例 昨天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40例 其中辽宁29例 江苏8例 广东2例 广西1例 今天内蒙古满洲里市发布公告 2月15号满洲里市发现5例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阳性人员 请市民非必要不出小区 今天8点起对满洲里全市各交通道路和市区出入口 实行严格交通管制 严禁出入满洲里市 生活保障车辆由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批准后方可出入 有关部门将事实组织全体市民进行核酸检测 再来关注广西省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规定 结合广西静西市疫情防控形势 经综合研判 从昨天起将广西省静西市五平镇 大道街大定屯 龙贴村新村屯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实行封闭管理 静西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静西市